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寻生命的长河 墨尽的卑微有时悟空 就算生不予但侧月 要但风云变色 遥遥云归系 听故事把旁风雨 已复刻地过日不落 相声平顺应 何必行动 寂寞真心 欲火争气 明知莲花残没 江湖难忍脱 谁晓得该怎么说 固执和洒脱 都唱过 你改天地月 一朝一世的传说 深思考 身间震道 非传说 看到了吧 这行阵 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 如今也只是苦苦支撑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可以得到你脑中的星徒 而你却对我说 不能交给我 陈昌生 小心 神石化剑 雕虫小技 神石化剑 看到了吗 这就是大阵的力量 你只要拥有了这个力量 就拥有了整个天下 君临天下 唯我独尊 只要你愿意 这力量 将来就是属于你的 力量 力量再强大又如何 提得过命运吗 只要力量足够强大 就可以逆天改命 逆天改命 如果真的能够逆天改命 那亲手建造这座大阵的 捉毒夫和太宗陛下 现在又在哪里 如果我真的是太子 我自有体内蕴藏着的 就是这大阵的力量 这力量很强大 可是从来没有给我 带来任何幸福 相反 因为他 我不得不从小苦苦求生 不能修炼 不能受伤流血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让师父担心师兄照顾 本毅 建制就是个累赘 我根本不想要什么力量 根本不想 我只想好好活着 和身边的朋友 爱人 平静得度过每一天 只要你愿意交出星图 我可以立即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老妖婆是骗子 别相信她 龙魂离体 你好大的胆子 你 你可知道 当年就是她帮助黑袍 袭击皇城 才逼得我不得不献计骨肉 我们母子分离 罪魁祸首就是她 她只是个孩子而已 她的父亲被周毒夫所害 她只是来替父亲报仇的 她替父亲报仇 那你呢 你救了她难道 是来找我复仇的 不是 我只是 陈章生 不要像这个老妖婆夫人 小黑龙 放心 我只是把她送回寒潭了 我再问你一遍 愿意交出星图吗 不 师妹 这些天你受苦了 心有自在 就算身在陋氏 也甘之若宜 更何况 这里并不是什么陋氏 师妹的脾气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倔强地让人心疼 对了 这是你最爱吃的玉莲碰 是我特意让人从南西斋采来的 玉莲是冰清玉洁之物 沾染了污浊之气 就会失去它原本的滋味 想必师妹应该听说 陈章生已经回来了 那又怎么样 他还是那么雄心勃勃 以为有教宗大人 还有白帝做靠山 他就可以平安无事 喜庆冤屈 谁知城会又把他关在大牢里 又成为了阶下囚 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就不能好好的 本本分分地做一个山里人 有些人 有些事 把他逼得让他无法本分 你说是吧 师兄 我从来就没有故意要针对他 是他与魔族不亲不出 自甘斗落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总之信也好 不信也好 你们这隐蔽 恐怕再想见面也就难了 你辛辛苦苦用针锋之血 为他炼制的那些丹药 估计也全都浪费了吧 你自便吧 我跟你没有话可说 为什么你就不懂我的心意呢 没什么话可说 为什么你就不懂我的心意呢 这是你的同工 稍后把它交给我保管 真是可笑 所有的人 都希望我们才是一对神仙俊虑 所有人 太可惜了 这个所有人里面偏偏不包括我 我把自己放递在尘埃里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 可陈长盛只是小时候 跟你有一份情意而已 你居然为了他 跟我说你没有什么很好说的 我们十几年的情意 只能敌不过这区区数日光阴 每个人都会在某一天 遇到自己的一生所爱 在那之前 不管他遇到了什么人 发生了什么事 经历过什么 都只是在等待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只是在你等待的时候 身边路过的人吗 那如果你等了这么久 到头来 却发现你等的是一个死人呢 那或者到了那个时候 你才会明白 我真正等到你最后的人 你真正等到你最后的人 会是谁 生当长相守 死当长相死 二师兄 七尖师妹 你回来了 大家先休息吧 好 走 走 走吧 走吧 七尖 路上辛苦了 没事吧 我还好 我很想念你们 回来吧 大家都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 有什么说不开的 二师兄 二师兄 我还不想见到大师兄 一看见他 我就想到他在周园里 刺伤我那一件 虽然他告诉我说 当时是身不由己 七尖 周园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 那里令所有的人不正常 我宁愿相信大师兄 二师兄 我怀疑 官师兄是大师兄杀的 七尖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大师兄和我们情同手足 他怎么可能杀死官师弟 你们吵什么呢 大师兄 七尖 你怎么还和陈长生他们 混在一起 不为什么 安全 你是离山建宗的弟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 自然应该要站在 离山建宗这边 你这么一位包庇他 这么同情他 会给离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离山建宗做事一向光明正大 绝对不会在背地里 用卑鄙的手段冤枉好人 陈长生是无辜的 你比谁都清楚 陈长生是无辜的 什么意思 那你是在说 我是有罪的 没错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什么 被魔族控制的鬼话 不然你不会到现在 还一心想要杀死陈长生 所以 你是要帮着陈长生 一起来对付我 你放开我 大师兄 大师兄你 你疯了 好 对不起 我不知道刚才自己发生了什么 七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二师兄 你发现了吗 大师兄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大师兄了 来 大家都累了吧 我特地买了修行神影回来 大家快点补充体力 殿下 这儿还有您爱吃的点心 你也吃点吧 金叔叔 你别忙了 大家都不饿 你们一走这么久 我在神都这心天天都悬着 现在看到殿下没事 总算是安心了 可是师父他 没事的 先生他这么多磨难都熬过来了 我相信他吉人自有天相 可是话是这么说 古人也说过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你说什么呢 你吃东西一个顶俩才真的是祸不单行呢 那我们现在总得要想办法救救师父吧 长生他从不轻言牺牲 他敢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们从白帝城回来的时候 白帝亲口说会给圣后写信的 圣后应该不会再怀疑长生啊 关键 还是星途 是 实在不行 我们就让师父把星途交出来 反正我们留着也没什么用 反正我不能让师父出事 其他事我管不了 也不想管 殿下 殿下等等我殿下 和血迹家 都会讨论 对 除非 你啊 你啊 我啊 我啊 你啊 你啊 就好了 伤口和死法都一模一样 都是一掌毕灭 这已经是本约第七个了 凶手越来越猖狂 不仅猖狂 而且还十分厉害 遇害者都是高手 在他面前毫无抵抗能力 大人以为真的是魔族吗 虽然现场魔气很重 但是从功法上来看 并不像魔族所为 那是 凶手故意用掌 伤人皆以外伤为主 为的就是不让人看出 他的武功路数 可惜 还是被我看出了一丝破绽 山鬼分岩 星沟横昼昼 陆华凌无 这是离山剑法总权 这次又让你受苦了 本以为你们母子相认 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没想到 圣后竟然真的狠得下心 身为一国之主 必然要以天下为先 我不怪他 那星图可还在你手中 嗯 那星图可还在你手中 那星图可还在你手中 嗯 那星图可还在你手中 那星图可还在你手中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把星图交给圣后 我知道圣后急于利用星图 稳住大阵 不过 这星图太过诡异 有些事情 我还没有搞清楚 贸然交给圣后 只怕适得其反 你这样想到也没错 只是最近圣后变了很多 他越来越痴迷于大阵的威力 如今大阵 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所以他急于得到星图修补大阵 为了这个目的 恐怕他会不顾母子之情 师叔 圣后他 真的是我母亲 圣后 已想不做没把握的事 我明白了 尽管如此 我仍担心 他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事 真到那时 我也挨莫能助 多谢师叔挂怀 成生不怕 如果圣后 拿圣女的性命来威胁你呢 望你早做救命 不决断 持则有别 你说说你 听话不就不用受苦了吗 我知道你跟陈长生很要好 只要你劝他交出星图 我就可以饶你这一次 做梦去吧 青海老妖婆 没错 我和陈长生关系是很好 其实你也挺可怜的 虽然你跪为天下第一人 但却是孤家寡人一个 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舍弃 难怪这世上 没有一个人真心爱你 所以你同时 就坐这个岐י 妈 vez再坏东西 在海北上 还有圣中 fake 事 之声 少比 女人 sait 她 哈 如果盛后拿剩你的性命 来威胁你呢 往你早做决断 持则有别 来人 什么事 麻烦你通知盛后 就说陈长生愿意交出星图 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先让我去天书碑内 见圣女一面 上回来这里的时候 我还是大潮室的魁首 如今已经变成了阶下囚 现在想来还真是感慨 只要你交出星图 没有人会关押你 说好了 见到有容 我自然会交出星图 陛下 此人心机太重 不得不防 只要有阵在 没有人能逃出阵的手心 荣儿 你 长生 长生 你的伤怎么样了 我没事 放心吧 我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 露露救了我 好了 有什么话 以后慢慢再说吧 你已经见到有容了 交出星图吧 你答应把星图交出来了 没事的 星图就在我脑海里 虽然此地没有纸笔 但我还是可以让陛下一亏全貌 你又是什么 怎么回事 这边请 怎么回事 田书碑怎么会有共鸣 我们快进田书碑 奇怪 田书碑怎么让人封住了 陈长师 陈长师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忘了告诉陛下一件事情 这星图 本身就是最后一块 田书碑所生成的 当所有田书碑 融为一体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 转移空间的神奇力量 轩云 你说师父现在没事吧 先是没事 但我就有失了 你能有什么事啊 这句话殿下 你能问了一千多遍了 我的熊耳朵都长简了 上次师父被隔离在周园的时候 我还能通过这石板去看看他 可他 可他现在就在神堵 见他一面却难如登天 石板啊 石板 如果你要有灵的话呢 就把师父送过来看看我 子宋 姨 骆若 血缘破 你们也在 师父 师父真的是你啊 显日 您回来啦 我回来了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长生 真的是你啊 圣语你也来了 难道是圣后回心转意了吗 圣后没有回心转意 是我用星途之力 移行换位 移行换位 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了 先生 你是逃分 你是逃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赶快离开 圣后的人 马上就会到这里 估计全城的人 都在找我们 我们该躲到哪里去 长生 七斤 圣后把你放出来了 我想我知道 我们应该躲到哪里去了 陛下 陈昌生呢 逃走了 那有容呢 你们两个听旨 无论有什么办法 替朕 把他们给抓回来 遵旨 怎么发 ہے 小细 是 啊 这也没有 大师兄 天爺 神 有这种 玉岩 相 的人 你 有这种 是 老婆 有肉 二师兄 七剑 你给我回去 我怕回去之后 又被人冷不防地刺一剑 喂 你们小心点 别把我灯扫的地踩脏了 大师兄 他们不可能在这里束手就擒 他们来过这里 快说 他们到底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我来的时候 他们早就走了 只留下一封信 那信呢 那儿呢 岂有此理 大人 没有找到 师兄 没有找到 还是 你们先守在这里 再查看一下 看有什么其他线索 是 其余的人 给我追 是 二师兄 你说他们会不会抓到陈长生啊 不好说 以陈长生的智慧 要想藏起来的话 别人很难抓到的 那你说 他会不会已经离开神都了 不可能 身后早已布下进知 方圆百里之内 没有人能随意进出 这样啊 二师兄 那你接着搜 我先走了啊 你不信 这是 你贵 陈朝生 洛洛 是我 姬姬 你们是怎么藏的 这么多人都没被发现 我师父的阵法 那时连黑袍都发现不了 他们怎么能发现呢 长生 天书碑的转移能力还能用吗 天书碑虽然可以转移 但传送地点随机性很大 我这次就是提前锁定了周园的石板 才顺利逃了出来 如果不出我所料 石板已经被发现了 如果再次传送的话 我也不知道会传送到哪里去 另外 我们也不能逃走 我们为什么不能逃走啊 教宗告诉我 星盘大阵已经濒临崩溃 所以圣后不顾一切要得到星图 星盘大阵的稳定 一直是圣后的心结 也和人族的气数息息相关 我不能置之不理 先生 那你打算 把星图交回圣后吗 不行 绝对不能交出去 为什么呀 星图可以弥补大阵的破绽 让大阵变得无懈可击 但同时 也会让大阵变得越来越强大 强大到足以扭曲个人的意志 让操控大阵的人 变成大阵的傀儡 所以 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嗯 齐剑师妹 你在里面吗 我看鬼子 等一下 就来了 二师兄 有事吗 哦 我忽然觉得 你和陈长生他们交情那么好 夹在中间怕是难做 不如 你离开国教学院 免得大师兄再为难你 二师兄 你还是永远和大师兄一条心 对不对 周园里 离山损失惨重 你也走了 我不想师们再这么分崩离析下去 我不是不想回离山 我只是害怕面对大师兄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你看 这里书那么多 待在这儿每天看看书 我挺清闲的 齐剑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啊 我想知道 如果你见到陈长生他们 打算怎么做 能怎么做 当然是见到就抓了 我这么正义 能放过魔族的间隙啊 好了好了 二师兄 我还要去看书呢 待会儿见了啊 嗯 怎么样 走了吗 别出来 他可能还没走远呢 齐剑 你刚才在和谁说话啊 没有 早就听闻国家学院的藏书馆 收藏着古今各种孤本秘籍 韩世一直想见识一下 都是些书 没什么好看的 出来吧 闭门谢客 是国家学院的代客知道吗 韩世兄 臣兄 久违了 不知道韩世兄 打算怎么处置我们这些逃犯 你的确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并不相信陈兄是魔族奸细 只是 只是秋山君一口咬店 我就是魔族奸细 是吗 大师兄的话 我不能不信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不是魔族奸细 也没有亲手杀了官非白 秋山君是出于什么缘故 一直把我推出来承担这些罪名呢 你是说 这还用说呀 你们秋山君才是魔族奸细呢 就是 他招我师父啊 就是为了当替罪羊 不 我大师兄一生虫魔未到 怎么可能是魔族奸细呢 韩世师兄 我和秋山师兄相处多年 我也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 他最近变了很多 大师兄 大师兄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只是晚上离工而已 你是要帮着陈长生 一起来对付我 你放开我 放开 是 孰是孰非 究竟谁才是魔族奸细 我想韩世兄 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 孰是孰非先不论 城里现在到处都在搜捕你们 不仅是国教学院 我们还奉命搜查你们 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次 我就当没看到你们 顺悟 这就是圣词了 寻找人 那就是 公子的 在宇宙 人家 汉 那是 站住 什么人 黎珊建宗弟子 奉米搜捕逃犯 请吧 等一下 请几位把斗笠摘下来 摘下来吧 对不起了 本官也是出于谨慎 明白 你们几个去哀家店铺仔细搜查 不可放过任何可疑之处 是 你们先走了 我等一下杀师弟他们 也不知道这个陈长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了他 现在整个神都都翻了天了 要动这么大的阵仗 听说连圣女 也和他一起背叛了人组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 石仙师姐 你们几个怎么才来 快点 帮我去搜唐家老宅 是 校尉大人 我们先行告辞了 请 接着搜 走 要不是师父英明的话 我们早就露馅了 说对 我得先走了 外面那些师弟 还等着我带回去呢 你们小心 这次真的麻烦你了 这么客气干吗 你们还救过我的命呢 我走了 大家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记得不要点灯 外面可能还在搜查我们 这是御神符吧 这是御神符吧 师父给的 他说只要有外人潜入 就可以提前预警 他的确是心系 总是能想得比别人更多 但他想得最多的 还是徐姐姐你啊 我倒是希望 他能为自己多想一点 露露 长生的伤势是痊愈了吗 当然痊愈了 自从神女姐姐给过药以后 她再也没有病发过 怎么 你觉得她的病没好啊 没有啊 我只是有一点担心 如果她的病痊愈了 那就太好了 长生因为她的病 经受了太多的苦难 师父她人这么好 老天却偏偏不肯放过她 在我小的时候遇到她 是我病得很厉害 差一点就死了 幸亏有她救了我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她身怀绝症 只知道整天缠着她 让她陪我玩 真的 那你们都玩什么呀 我们一起玩过很多 我们一起做竹蜻蜓 一起烤鱼 玩累了 就一起坐在大树上吹熏 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也听过师父吹熏 我就知道他在想你 不过可惜啊 运气不好 我也希望小时候 能遇到师父 听他为我吹熏 乐乐 不说了 我去找师父了 这张床可是上到红灵木做的 气味可以安身补脑 有助睡眠 是我爹的心头至宝 我 平日我想在上面睡一觉 我爹都不让 看开点 只要人还在 自有相见的一天 我知道 承受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是星辰 怎么会这样 是星辰 是星辰引发了我的真气 星 星辰 星辰怎么了 你的寿源 依然停留在二十岁 也就是说 你在二十岁之前 还是会死去 这一点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改变 原来 一切都没有改变吗 师父 师父 怎么样了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们两个记着 不要告诉大家 现在是非常时刻 一切以大家的安全为重 不管现实有多残酷 这一关 我们一定要穿过去 毕竟 你傻呀 人多才好隐蔽呢 人手早就被人盯上了 奇怪 有好了在这里人呢 在这里呢 怎么装成这样了 不扮成这副样子 怎么瞒过皇家秘位的耳末 五十文 五十文 一文都不能少 我这东西都实惠着呢 殿下 你也太胡来了 现在外面这么危险 你还出来到处烂跑 我不是着急吗 东西呢 都在这里了 殿下 你要这么多丹药 难道是先生的病 我师父好着呢 麒麟固呢 殿下 那可是白猴 特地给您留着 提升静剑用的宝物 这 静剑能救人吗 那麒麟固可以啊 对呀 对呀 金叔叔 殿下 你还是会摆草园吧 你和先生不一样 圣后看在陛下的面子上 不会为难你的 不要 师父在那地方才是最好的 不不不 先走了 再联系 小心点 星海中的频率 刻画的 刻画的是你 深情落笔中涟漪 思念的轨迹 一点点清晰 你是否也正被它迁移 每一次经历 像掌纹清晰 你在掌心握用 温暖可护着你 爱注定相遇 像那星光 像那星光合影 陪着你 陷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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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生的使命 这一生的使命 我用爱 选择切记 这一生的使命 直到银花两笔 就算再看不清那 爱的花里 未来的天意 未来的天意 让未来决定 累计所有幸运 曾经你的宿命 想以为的心 有你会更坚定 再不怕命运被清晰 若时光重去 若你不再是你 我一定还会爱上你 我一定会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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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更坚定